还要再来聚焦的是 解放军宣布今天中午到7号 是一连三天要来进行军演 那解放军东部的战区 也释出了最新画面 声称已经做好了相关的准备 我与战友驾驶战机战斗起飞 前出台岛周边 我们随时准备战斗 随时能够战斗 解放军出动多架的日警机 尖辑机还有轰炸机 多个机型的先进机型 从多个机场战斗起飞 那准备到多空域来执行相关的任务 大陆东部战区宣布今天中午呢 其实这个时间点是相当重要的 因为会在多区来实战演练 那大陆央视在今天上午的新闻当中 也由大陆军方的将领孟祥卿 针对这次的演习时间点 还有演习的目的 到底为什么环台六大海域的演习 来做出解说 根据国际惯例啊 重大实战演训活动 原则上呢要提前三天对外公布 紧急状态下呢 至少提前24小时对外公布 我们这一次呢 是提前了38个小时对外公布 是符合国际惯例的 主要考虑呢 就是在组织这个实战演习的过程当中呢 要让舰船呢有时间离开 要让航线有时间做出调整 确保在实战射击的时候 平民不受到波及 不受到伤害 反映了我们负责任的这样一个态度 当然了 选择在什么时间演习 设立什么科目 在什么地点 采取什么方式演习 一般呢是根据军事安排 比如说针对台独和针对境外干涉势力 也根据我们自身军事演习的军事安排 来做出统一的这样一个部署 这次演习跟以往相比 确实有很大的不同 主要有这么几个特点啊 一个是范围广 一个是靠导近 一个是呢力度大 再一个是要素权 而且效果好 这次的演习呢 可以说有几个重大的突破了 有力有效 而且有许多突破 比如说 首先呢 是离台湾岛最近的一次演习 如果我们看看画社的演习六个区域啊 第一个区域呢 就是平潭的东南部 这个地方是台湾海峡 可以说是最窄处 再看北边两个区域 北边两个区域正好是 台湾的基隆港的外海 可以封控基隆港 而东边这个区域呢 正面对的是台军的花莲和台东两个军事基地 可以对他们形成打击之势 而南边的两个区域呢 一个就是墾丁岛的东南 这个地方正好恶守着巴士海峡 对巴士海峡形成了封控 再就是西南这个区域 正好是高雄的这样一个海空域 等于对高雄形成了一个关门打狗之势 所以这次可以说是最逼近台岛 对台岛形成了合围之势 为未来实现统一呢 创造了有利的这样一个战略格局和战略态势 同时呢 第三个方面就是举止外部势力的干预 我们看看北部的两个区域啊 离冲绳是很近的 而南部的两个区域呢 可以说是恶守着巴士海峡 对巴士海峡形成封控 巴士海峡是进出南海的必经之地 所以对拒止外部势力 起到了重要的威慑作用 我们来听外场的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 他是怎么样分析这次解放军给台湾的压力 射击包含短程的弹道飞弹 包含巡运飞弹 也包含火箭炮 我认为这次火箭炮会大量的运用 因为火箭炮这次在乌克兰战争的海马斯火箭炮 发挥了很大的力量 但是中共的火箭炮经常只是在试验阶段 他这次会到验证阶段 验证阶段在哪个地方进行 就在这次台海危机中来做验证 六个远区七块他会拿火箭炮 这次卧尔士二型还是卫尔士三型 卫尔士四型 那我认为有必要收集资料做观察 这是我认为我们应该要谨慎面对的 这样我认为比导弹的威胁更甚的是火箭炮 因为火箭炮价格非常的便宜 而且它做面的打击 导弹是做点的摧毁 但是火箭炮是做面的摧毁 它的杀伤力道是非常强的 我们再次在乌克兰战争中 可以得到战力的验证 这非常的清楚 而且它大量量产 而且它还外销到中东国家 中东国家不管是伊朗还是黎巴嫩 都有中共的火箭炮的意义 它销售的这些证据都有 那我们知道它火箭炮已经外销了 它应用到台海 当然会驾轻就熟 顺水推舟 我认为有必要在这一方面援以关注 因为最严重威胁我们台湾的 倒不是飞弹 倒不是导弹 而是火箭炮的威胁 因为都在它射程之内 台湾海峡距离很短 它的火箭炮最远可以打到600公里 一般可以打400公里 整个台湾都在它涵盖范围之内 喂 你好 早 好的了解 所以这个部分张延廷他的分析 他认为恐怕会常态性的跨越到台海的中线 甚至是绕飞台湾 所以这个部分12点钟的后续状况 我们也会持续为您来掌握 大家就是在我们摄影棚当中 现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当然我们装在这个雾化器里头就可以做喷雾清销 非常的安全 不会伤身体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问题 儿童孕妇也都可以使用 哪里购买呢 只要到我们这个快点购网站上头就可以买得到